快报快报 第六号青态卡努报道 杜苏瑞去福建 卡努经日本去江浙户吗 昨天白天风小雨小 大家还在庆幸台风假 到了晚上高雄的朋友就喊 风大到睡不着了 快点快点 先来看一下第六号青态台风卡努 手信用的他在凌晨报到了 早上九点钟的位置在北纬13.2度 东京136.9度 就是在菲律宾以东的地方 最大的风力30节 最小的中心气压1000白帕 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溪进行 目前推估他会往江浙一带 想去上海看一看哦 而那个杜苏瑞 他已经在去福建厦门泉州的路上了 中午的中心位置在北纬24.8度 东京118.4度 金门的北北东方约40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时30到27转的速度 向北北西进行 中心气压950白帕 进中心最大风速 每秒40公尺 相当于13级风 瞬间最大阵风 每秒50公尺 相当于15级风 哇 他降下来了哦 预估29号的11点钟 中心位置会在北纬的31度 东京116.5度 也就是在福州的北北西方 约610公里处 到底他会不会去全州看最新的建设呢 让我们台风追追追 相逢自私有缘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观赏